今天成语系列 守株待兔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湛羽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的应用成语大智慧啦 老师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守株待兔 这是出自于韩非子的一则成语故事 他在讲有一个农夫 每天都很努力的在耕田 从来都没有间断 他将他的刀田弄得轻率无比 而且收获相当的丰富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那么一天 他在整理刀田的时候 突然一只兔子跑了过来 被这个农夫给带个正着 抓到兔子后的农夫将兔肉煮来吃 将兔毛做成了衣服卖出去 哇 天哪 这一戏之间让他赚了不少的意外之财 而这个农夫开始就在想 我每天都在这工作 都在这耕田 我赚到的也只是每天那么一点一点一点的钱 但是我只要每天抓到一只兔子 哇 那那个获利啊 就比我每天种田还要来得多啊 那我为什么不就在这里 每天等着那只兔子来 不就得了吗 这样我还可以赚到比我跟种还要多的钱呢 哇 说不定哦 我以后呢可以赶快退休了呢 哇 农夫呢则是越想越兴奋啊 所以他就丢掉了他那干活的锄头 每天呢就守在了树下 等待着另外一只兔子的出现 但是好景不长 那只兔子始终没有出现 等到了他的农地都长满了杂草了 兔子还是没有出现 各位你们知道吗 最后这个农夫的下场 居然就活活饿死了耶 是不是真的很夸张 那这个故事啊就是出自了韩妃子 韩妃子喜欢用一些死亡 来代表故事最后的结果 其实不外乎啊就是要叮咛我们 告诉我们那些妄想不劳而获啊 想要呢在那边守着成果有一天 从天而降的这种事情 你却懂不知变通 最后的下场就会跟这个农夫一样 死得很惨啊 其实啊大家都想得到意外之财 有人突然白白送你钱 大家都很喜欢 大家都很开心 但是你换个脑袋想一想嘛 我们也都会这么顺遂吗 每天都会发生这么好的事情吗 你要为了这些而抛弃你原本的工作吗 这不妨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守株待兔啊 他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 预想着不劳而获 其实呢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观念 你应该要每天努力的工作 或许你现在会抱怨你的工作很辛苦 或许你会渴望哪一天 中了乐透再也不用工作 但是啊这些白日梦哦 不如就把它真正的放在梦里 好好的努力干活 好好的努力工作 这才是最重要的哦 喜欢这则成语故事吗 请继续收看我们的应用成语大智慧 喜欢你的人生大智慧哦 如果喜欢的话 请记得关注我们 订阅我们哦 请记得关注按赞加分享